那今天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桌上叫做什么 电脑 看着教室里突然多出来的电脑 小朋友相当开心 开始 先按开始 花莲荣树社区文件站 每到放学后就成了孩子们的客服教室 因为资源缺乏 跟不上学校的教学进度 志工特地送来电脑 让孩子学习不中断 能够在这里做线上学习 是一个正面的线上学习 然后要教我们比较高年级的小朋友 如何去在网络上去查资料 志工也把握机会推广环保观念 可以学到保护环境 整理环境 觉得很开心 还有可以跟老师一起玩 今天带来这个二手电脑的部分 是让他们也能够理解 二手的部分也是我们环保回收 所以我们有搭配环保跟防灾竞赛比赛 那让小朋友在游戏当中 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环保的概念 爱心电脑改善偏乡教育资源 为社区客服般的教学品质加分 大爱新闻林斯文 温国家刘洪志 华联报导